主要是找兩年的 可是其實所謂的Big Data 其實應該資料要夠大才有意義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設 我希望找一個更龐大的資料 後來我在網路上Google查一下 然後這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你如果Google查大樂透 歷史 因為後來發現樂透才後來 演變成大樂透 所以改版從2004年開始 就有新的資料了 那我發現這個網站 就是這個網址 所以你們等一下找一下那個數學函數的這個單元 雲端上面的 雲端白版裡面的這個單元 就會有一個 叫做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的這個 這個資料 打開之後的話 那我有把這個連結放這邊 或者你自己查一下 Google查第一個也是這個 叫樂透雲 那樂透雲的話 它就是把歷年來的那個開獎紀錄 都把它放在這上面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它是網頁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把網頁上的資料 把它放到eSale 網頁 eSale 那其實把網頁的資料放到eSale 這件事情 一般都叫爬蟲 有沒有 所以你會常聽到有個叫爬蟲 有沒有OK 那爬蟲指的就是 我要的資料 它不是在eSale裡面 而是在外部 可能在網頁 可能在其他地方 雲端上面 那我要把這個資料呢 怎麼把它 拿到eSale 當然如果你不會爬蟲的話 你只能有一個方法 應該 選起來對不對 然後呢 Ctrl C Ctrl V 那當然而且喔 因為它是big data 所以呢 它總共有71個page 那要一頁一頁去找嗎 如果 如果你不會用程式來解決的話 那變成你每天 假設你每天都要抓一堆資料 剛好都是在 網頁上面的話 那你變成每天都 Ctrl C Ctrl V Ctrl C C 那有些金融類的資料 每天都漲很多 一直出現 一直出現 你就每天 Ctrl C C 都來不及 那結果 更新了 結果你來不及抓就沒有了 OK 那就麻煩了 所以 當然呢 爬蟲這個水非常深啦 沒有說 什麼 每個網頁 都會長一樣嘛 所以呢 有的時候還是要去知道說 用什麼方法抓 最適合 以這一題來看 剛好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 網頁裡面 剛好是一個表格的 有沒有 網頁裡面有個表格喔 而且這個表格 你可以在表格左上角日期 按右鍵檢查一下 檢查的話呢 它會跳出 這個網頁背後的原石碼 不過你說老師這個原石碼有點恐怖耶 看起來 我都看不懂耶 這什麼東西啊 奇怪怪的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要把爬蟲學好的話 那你可能要面對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知道 這個 它的標籤叫什麼 那什麼叫標籤也蠻好記的啦 反正就是小於開頭的東西就對了 有沒有發現 小於後面這個名稱 小於後面有一個叫table的東西 這個就是它的標籤 小於符號後面的名稱就是一個標籤 那這個標籤如果是一個table的話 那表現這個資料 我可以用 我 等一下講的那個 方式來抓資料 表格 table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那沒辦法就不行 OK所以前提是一定要是表格啦 那網路上大部分很多資料應該都表格啦 不過少部分資料不是表格那就不行了 那其他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啦 上面這些 標籤名稱 如果你都知道的話那更好 像TR的話就是tableraw的戳寫 tableraw的話就列嘛 所以就是指的是某一列 比如這一列 那TD的話呢就是一個儲存格 OK比如說指的是這個應該指的日期啦 他一定有個頭有個尾 尾的話在這裡 有沒有頭在這裡尾在尾巴的話就是多一個斜線 有沒有 所以頭尾 裡面放日期兩個字 就這個東西 其他就是它的相關的格式啦 不過看右邊這個其實 應該對大家來說應該是比較 難一點啦 但是如果你這個這麼難的東西 你也都能克服的話 那我相信你慢慢就越來越專業啦 OK所以你要爬從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這樣啦 累積不完的東西 所以也學不完嘛 像 我不敢說我現在都什麼都知道 但是我所有保持學習 所以我花最多時間喔 就是每天就是 有只要看書有沒有 我就去看一下 對像晃一下 像今天我也去那個 中山地下街有沒有 地下街那邊不是有書店嗎 對那邊 對那成品 對我喜歡晃一下 那邊有好幾家書店啦 像智峰街裡面也有嘛 對那反正就晃一下翻一下 晃一下翻一下 那有些時候突然間就會多一些靈感 然後上課的時候就可以拿來用 這樣子 OK 可是 就是要養成習慣啦 這也沒辦法 那剛好我喜歡這樣子 所以我的興趣跟我的工作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所以我覺得上課對我來說其實 並沒有太大的壓力啦 而且感覺還蠻大部分是愉快的 那尤其是 比如說把影片錄一錄之後啊 然後分享之後 然後會得到一些正向的回饋 那感覺更好 比如像今天就 就是有人找我去 去擔任那個什麼 命題跟審題委員 還蠻大的單位 然後 我就去了 後來發現他給我的 再來的話呢 那怎麼樣把資料 抓下來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剛好那個 Excel VBA裡面 剛好有一個 一個物件很好用 很簡單 他那個物件叫做 Query Table 那這個 Query Table 實際上以前我是利用那個 錄製聚集 所產生來的程式啦 其實就是 資料裡面有個從 Web 然後把它打勾 然後這個表格就下載下來 就這些程式嘛 那我把它精簡之後 等一下你們可以從那個第四頁地方找到 這邊有一個 虛線的中間這一塊 那你把它Ctrl C OK 然後呢把它Ctrl V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這個模組最下面好了 或者你剛才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把它分開 我把它放在 Module 2 裡面 把它貼上 那這裡面的話呢 如果你要抓什麼 抓某個網頁的資料 首先的話你必須要給他一些 訊息 哪些訊息 第一個就是 他的網址是在哪裡 網址就這一串 OK 那如果你要第幾頁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點那個第幾頁 下方這邊不是有第幾頁對不對 比如說第1頁 你就點一下第1頁 那你會發現第1頁後面好像多了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後面有個問號 問號後面就傳參數 那傳什麼參數 傳 應該是兩個參數吧 第一個參數就是 indagePage 等於1 and 對有沒有 第二個參數 等於 new olderby應該排序啦 應該說由新的到舊的 所以你排序也可以改啊 這邊如果把它改成 old的話 應該就是 剛好是從舊到新 那indagePage 等於1的話 你說當老師我如果第2頁是不是叫indagePage 的話 對有沒有發現 對有沒有發現 所以呢我們其實抓到了一個 他的那個 邏輯啦 所以我們假設要抓 假設我們先抓第1頁好了 那比如說1的話 那你把這一個 連結 複製起來 放到程式 剛剛這個 程式裡面喔 記得喔 在第2行裡面的這個地方 URL分號 請你在分號後面呢 把剛剛的網子貼上 意思就是說 跟他講說你要抓的表格在哪一個網頁裡面 就是這個網頁喔 OK 所以特別貼的時候 特別不要貼錯 貼到URL分號的後面 這第1個喔 那第2個的話呢 就是還有第2個 參數 叫做web web是網頁 Tables就是 表格 意思是說這個 網頁裡面 請問一下你要抓第幾個表格 OK 當然你說 老師那我亂下一個 我要抓第1個表格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但是會變成說你抓到的東西 我先開個新的工作表 OK 比如說我放在最後面好了 這個是大樂透 那當然如果第1個表格執行 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喔 有沒有資料下 有 喔 這些 這是不是 不是 那你說不是怎麼辦 你在第2個表格 這樣try也OK啦 有沒有這個第2個 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 這個剛剛 這個應該是第1個表格 那第2個表格 就是這個啦 跑馬燈 那第3個表格的話 理論應該一直往下啦 當然你這樣try這try 好像也蠻浪費時間的 有沒有就有了 跟各位講答案啦 其實第5個就對了 第5個 第5個 第5個就對了 你說老師你怎麼知道第5個 交配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比較進階一點點 就是呢如果你想知道這邊是第幾個的話 我自己個人的方法 我自己個人的方法就是第1個 找到表格的左上角 儲存個按右鍵檢查 OK就這個位置有沒有 那他這個table標籤是 這個網頁第幾個 其實就是答案啦 那 當你說要怎麼看喔 以前他是慢慢從頭慢慢算下來 第1個 第2個 第1個第2個第3個 有沒有 他應該是第4個第5個啦 OK 那可是 另外一個方法 我覺得我 後來都這樣用 我會在 檢查右鍵檢查之後有沒有 然後在這個畫面上方按Ctrl F Ctrl F的話就是呼叫尋找的這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的話只要打上那個 表格標籤 表格標籤記得一定開頭一定是小於 然後打一個標籤名稱叫table 好 那你可以看到喔 Ctrl F之後的話 他的右手 這邊有沒有 他的那個右邊這邊會出現 如果你打上這個 他會出現 你目前這個標籤 他是在 這個網頁裡面的第幾個表格 第1個 總共有7 對不對 總共有7個嘛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第幾個 你就按上下 比如說我要下一個第2個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看到 右邊會有一個 好像有 這個反白的那個感覺 然後第3個 第3個就整個 可是第3個他會包含 那個表格的上方 所以應該不是 再下一個 第4個就這一個 所以下一個第5個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假設第5個的話 請你把第5個的這個5 填入到 這一個webtable的數字 所以填兩個東西 這樣就可以把它 下載下來 OK所以我假設 我們再試一次 把這個 delete掉 然後呢 我就 不過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乾脆在 第一行上面 就寫這個網 這個 裡面所有東西叫 sales sales如果後面沒有 刮符的話 指的就是 整個工作表裡面所有的 儲存格 清除的話 就是打一個 cleer就可以了 cl cleer就是清除 清除全部 把這個裡面先清空 然後幫我把那個網頁 第1頁的第5個表格 幫我抓到 Excel裡面 那這樣就把資料 爬下來了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第1頁就下來了 那可是問題來了 老師那第1頁OK 第2頁怎麼辦呢 你想說第2頁 第2頁的話 該不會 Ctrl C Ctrl V 然後 再來第2頁的話 這邊改成1 配等於2 對不對 然後 Designation就是你放哪裡的意思 你不能還放在1 因為1會把它 它不是覆蓋 它會擠到右邊去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樣 它會執行 它會 變成 這樣的狀態 第1 這個是第1個Page 這個變第2個Page 所以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應該這邊要改成什麼 改成 向下追蹤到的 等於是說 這個是第1個Page Ctrl向下 它是在91 對不對 所以應該在92的地方 所以 這個有個參數就是 A1的話是放在哪裡 所以第2個Page 應該94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 這個中段點 停一下 執行 這個第1個Page OK了 它在91的位置 那我在執行第2個Page的話 那refresh才會抓 不對 我現在 我打錯了 我打到94 所以應該是92 啦 好啦 也就是說 如果 我們現在這樣寫 應該不太OK吧 現在這樣寫的話呢 那會變成說 我第1個第2個是這樣 那第3個呢 豈不是再一次嗎 Ctrl C,Ctrl B 那如果總共71頁的話呢 那你不知道 跟你平常跑錯 一樣嗎 沒有比較好 至少是寫程式 Level不一樣 對不對 誰會知道我到底後面 是不是寫個回圈 對不對 可不可以跑 可以跑啊 可不可以抓 每天知道也抓下來啊 對不對 應該比較強吧 OK 那只是說啦 當然這樣寫是不OK的 所以應該怎麼改 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試一下我剛剛的那個 我的範例 的 這一個 程式碼是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4頁 你們找一下那個 有一個數學函數裡面的一個 資料叫做大樂透歷史 資料下載 然後把它點開來之後 找到第4頁的地方 就有上下是虛線 的一個 範例程式碼 你們就把 這段程式碼 把它Copy到哪裡呢 Copy到那個 模組裡面 我剛剛是有 另外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把它貼上去 那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呢 可以把 1到71頁全部抓下來 然後並且 做一個統計分析 告訴我 在 這個什麼呢 這個 大樂透歷史資料裡面 哪一個 號碼 出現的次數是 最多的 也是一樣 剛剛列出前七名算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 很好去分析 甚至你可以分析什麼 禮拜幾出現哪一些號碼 禮拜 沒有禮拜二 禮拜 禮拜 好像禮拜二 禮拜五 是不是 然後呢 你如果不同的 時間 不同的 狀態 到底哪一些號碼 出現的 機會最高 甚至都可以下一些 參數 那這樣不就可以有點像是那個模擬 去計算那個大樂透中獎機率的那個 有點像統計分析的 請各位試一下 喔